文娜德 一举拿下总决赛FMVP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马斯队的权杖已经交接到这个年轻人手中,马斯的下一个十年将由这个人主宰,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四年,一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一场离奇的伤病,再加上一些离奇的处理,马斯与这个超级球星越走越远,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马斯还心存幻想, 想让伦纳德回心转意,但是伦纳德似乎撇了心要离开,最终,马斯也只得装饰扼腕,将他摆上了货架。 据著名NBA名记Nate Reiner-Parsky报道,多方消息显示,马斯已经开始正式聆听,关于伦纳德的报价,目前正与多支球队商讨伦纳德的交易,其中赫然包含了两大顶级豪门湖人队与凯尔特人队。 有迹象表明,马斯已经决心送出伦纳德,并希望从伦纳德交易中借可能多的,获得更多年轻球员和选秀权。 在伦纳德的众多追求者中,湖人队是最积极,也是最有可能得到伦纳德的球队。原因有二,首先便是伦纳德曾豪言自己无论被交易到哪支球队,他都不保证会续约,因为他名下准备加盟洛杉矶球队,可能是湖人或快船。 这让其他球队的报价不可能太高,否则万一零下伦纳德离开,损失太大,其次便是湖人队的报价诚意满满。 据WOFA报道,为了得到伦纳德,湖人队已经提出了以英格拉姆和一个未来首轮选秀权为筹码的试探性报价,不过这份报价被马斯断然拒绝。 消息源显示,马斯希望能够从伦纳德的交易中得到更多的年轻球员和选秀权,尽管马斯并没有知名想要的这名年轻球员是谁,但是外界普遍猜测是求戈朗佐鲍尔和凯尔库兹马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一起要。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英格拉姆、鲍尔和库兹马的组合,一起加盟马斯,马斯倒也不亏,立马就将成为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而拥有了伦纳德的湖人队,便有了吸引詹姆斯和乔治加盟的实力,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只是,这交易会发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